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中午好 欢迎收看一点新闻 马上我们来关注新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冠状病毒疫情 在中国新增死亡个案52起 而湖北以外新增的确诊病例只有5起 是连续第二天降到个位数 尽管中国的新病例增加速度有所放缓 但是疫情迅速在欧洲扩散 意大利现在是亚洲以外 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病例在一天之内激增了45% 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做好 应对大规模爆发的准备 还形象地形容病毒已经在敲门 意大利又有4人死于冠状病毒 使累计的死亡病例达到11起 共有322人确诊 疫情多数集中在意大利北部 但是开始往南扩散 托斯卡尼西西里岛也沦陷 米兰的唐人街几乎是空城 所有商店决定暂时关门 以节约成本 接下来